平溪区三所国小包括了平溪金铜十分国小在金铜矿业生活馆 是联合展出学生的美术作品 邀请社区及游客共赏 而今年是第五年举行连展 学生也尝试了多种的画风 包括了缠绕画、抽象画、还有板画等等 成为这次美展的一大亮点 为了提供在地学子发表作品的舞台 平溪区公所连续五年举办学生联合美展 展出地点就在金铜矿业生活馆二楼 三校的美术作品在生活馆展出 包括书法、画作、照片等等 共进八十幅作品展出 欢迎民众前往观赏 看看学生丰富的创意及想象力 我们平溪的三成美展 今年已经是连续第五年举办 非常欢迎游客来看看我们小朋友的作品 还有透过小朋友透过他们的视角 拍的平溪之美 欢迎大家 平溪是全新北市人口最少的地区 小朋友更是稀少 但创作能量很惊人 今年展出作品高达有八十幅 内容相当丰富多元 有心灵疏压的缠绕画 沉浸货的纸板画 充满童趣的名画改写 书法作品和过新年的吉祥拼贴 当然少不了平溪独特的小火车 天灯和瀑布以下 那今年的话很特别的是 老师们他们会带着他们做缠绕画 那还有让他们接触版画的部分 那也有名画的改写 还有一些摄影的作品 公所表示 国小老师们让资源较匮乏的偏乡小学 小朋友接触摄影 透过这次展出 也让来访平溪的大朋友小朋友 一同感受平溪小朋友眼中的家乡人文风情 杰权威平溪采访报道